中国选手其实这两年是一直都在慢慢的标里 嗯 没睡醒起来鼻子是有点塞 不是很正常 很正常 感谢这个来点点心七七八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对王者贵来真的是最后 王者贵来输本把本都是最后一阶JSL了 这真最后一阶了 我不信他们可以拖到第三阶 应该拖不到了吧 当然要看他们服役的一个时间 对 反正就今年肯定会去 只是看他们服役是哪个批次了 对 这东西他们肯定自己都心里面知道的 今天也是新地图第一次登上接手的舞台 人妈韩国做比赛是好做 我靠选手都在首尔直接线下就干了对吧 没观众 你不是废话吗 真的好做 人妈在中国就很 说难听而且成本也很低 成本是很低的呀 对啊 都不用连路费都不用包的 他们自己会过来的 对啊 都不用打车坐地铁就过来比赛了 他们就在地铁口 更不要说什么住宿啊什么的 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是啊 好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 这边蓝色的神党选手啊 这是ZEST 来自于RYE战队的选手 5000 5000欧啊 哼 改了他不是8000刀 他是5000欧 感谢MUFI的爆裂 爆裂飞机 感谢MUFI啊 感谢你 这边红色的神党选手就是ZONE 来自于AFAX战队的选手 如果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钱来说话的话 我说实话啊 那我估计ZONE可能就大概只有500刀的样子 他不多了呀 你信我呀 对不对吗 有观众问他们线下什么民间做比赛 需不需要申请 我明确地告诉你是需要的啊 如果你奖金超过总奖金超过1万刀 就要去找爆血申请 当然呢 如果你真的做了呢 也就做了 也就做了 他能怎么样吗 理论上是要申请的 理论上是要申请的 理论上 不 你申请了 反正现在他也不会要找你收钱 只是一个 对 他以前最早为什么有这个制度呢 就是以前最早是 你要做比赛 就是统一的每一年要要交好像1万刀还是2万刀给爆血 对 10年开始 10年11年就两年 就是你如果做比赛的话 在中国这边啊 国外我不知道啊 在国外就是要交 在中国是要交1万刀到2万刀左右的一个叫做管理费啊 要交给爆血 哎呦 Zat直接是 什么也在也在这种地方已经很快了 待会儿 真的每每年都要交 有一年 有一年那个 就反正就一 10年11年的时候 然后 要交后来 后来就不用了 后来嘛 反正 第三方市场都已经快死了 你们还交钱 对 后来就第三方发现 我他妈交了钱好像 也没啥好处 你这个游戏又不是很火 那我为什么要交交钱呢 是的呀 有一年爆血中国的人来问我 说那个 管理费 就12年的时候 他问我管理费要不要交一交 然后我说你妈的你好意思收吗 我靠 比赛都快没了 我们妈比赛每年亏那么多钱 帮你们做比赛 你还要收我们钱 好意思吧 然后他想想说 算了别收了就走了 现在你妈 他估计也是来试探一下 如果你真的交了 你妈的 他心里面肯定也是 我妈凯子 我靠 什么凯子 你妈傻子好吗 我靠还凯子 你妈 真的12年第三方都快死完了 我妈 我们还在坚持做 你还要收过钱 我靠 后来现在就不用了 现在就是你这个 这波杀的招中了 这个太快了 这基本上可以推了 昨天 什么这就是ZET吗 5000欧 这快死了 杀到没能量啊 这个电池豪也没意义了 没有 只有12个农民可以退了呀 这就是新人啊 第一次打杰瑟 我根本就没想到 王者回来回上来 把他往死里 对 至少看到对方的VS的地方 对吧 知道自己怎么死 骗人独注啊 像这种事情 很早以前的事了 现在就是你填个表就好了 现在你超过一万刀 你填个表 不填 不填也就不填 他不会来 我一般 你还是填一个尊重一下 填个表该填还是要填吧 走个流程 是你总要走的呀 嗯 反烧 不前期这个杀14个农民实在太伤了 这已经不是你今天什么 你什么先知反烧一波 就能烧回来的东西 而且ZET现在两个先知 他还是能够再杀你一波 我强硬杀你 你也没办法 对 这不用打了第一盘 第一盘基本上就结束了 你填个表 这个规则其实不是给星际上霸用的 你知道吗 这个什么超过一万美金 其实星际上霸只是统一的规则 比如说你做魔兽 做这些都是统一规则 就超过一万美金 要去申请一下 但实际上他最早 这个规则出来是给守望的 你知道吗 他为了强行的规定守望 不是不能做比赛 你不是有一年我跟你说 他不要做暴雪要做OW 然后就不要禁他人做比赛 然后你其他人要做比赛 如果奖金超过一万美金 你要去找暴雪做申请 然后做申请 其实不是星际上霸的 主要是守望的 然后去找守望 然后去找暴雪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暴雪 暴雪就一般来说就不会批 反正现在守望 所以守望就凉了 后面也死绝了 后面本来是这样的 守望一上来 这个绝对是天狐 你妈的天狐诈 就是你妈的各种王诈开局 什么王诈 四个二 斗地主 三人斗地主 两王四个二 四个A 四个K 你妈四个Q 你妈开局 守望一上来 我就跟你们守望有多夸张 比吃鸡夸张多了 守望一上来 整个平台的数据 我就不说其他数据 就直播平台的数据 已经跟英雄联盟差不多了 一上来 所有人都在看守望 在直播平台上面 已经跟英雄联盟 已经跟英雄联盟差不多了 而且这个势头是一直往上涨的 所以所有的直播平台 当时还有中国的第三方都在投入 战队也在建 然后准备掏大价钱做比赛 然后突然一下爆血不准所有人做了 第三方全部不准做 要做就要去申请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妈的就没了 然后这个时候刚好吃鸡出来了 真的就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命中安排的 这个时候刚好吃鸡出来了 你想一想16年底17年的时候 你不要大家做 然后吃鸡一出来 大家全部能转向吃鸡 然后主播也转向吃鸡 主播就全部转吃鸡了 瞬间就凉了 要是爆血当年不搞这些骚骚错 吃鸡根本起不来 吃鸡在国内绝对起不来 你要想其实大家很多玩家都跟风的 又不会觉得 就大家都在玩吃鸡 大家就玩吃鸡去了 当然如果当时大家都在玩守望 吃鸡就起不来 起不来就没了 就没有这回事了 就天虎转雪崩你知道吗 非要你妈的 本身他妈的鹦鹉 鹦鹉叫什么 鹦鹉白狼 你妈的金鹦鹉 金白狼金瑞文已经到手了 你妈他非要 非要转手他 你妈要去整活 我靠 来了个铜区 来了个来了个那个 他妈去整活 然后整活你妈的 整活的时候发现 他妈没有鱼 我靠 这一轮没有鱼 你妈的 只有野兽 他去整活 他守望是有点可惜的 这个倒是真的 太可惜了 好了我们来看第二场 第一场 昨天是被阴了一波 也不能说阴吧 这就比较经验不足 我认为这盘野威亚吗 这个位置 野威亚 继续野威亚 一个 杰斯的是野威亚 其实VS打威亚是有优势的 他只要看你是那个 威亚不朽一波的话 比如说 你是野威亚不朽一波 我出疯狂回救就好了 对 总的来说 科技上来说 作用是占优势的 但是具体还是要看之后的两个人的发展 对 国外主播把吃鸡带火 不是的 怎么火的 你们有些东西 就是说 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 你知道吗 吃鸡 吃鸡带火真的有在 真的有些意外 就天是地利人和吧 对吧 再加上暴雪神助攻 总结来说 这是你妈 机缘巧合 就运气好 当然游戏品质呢 对 游戏品质肯定还可以 也不叫游戏品质 就游戏玩法不错 游戏品质其实不咋的 说实话 刚开始你妈 吃鸡简直就一坨屎 你妈 这就各种bug 不可 bug外挂 你妈 太多了 只是说这个游戏玩法 对吧 再加上当时的确没什么游戏 然后呢 然后呢 又加上直播频 直播爆发 反正天是地利人和 然后吃鸡就就火了 刚上来 你都不知道这个游戏 你妈的掉线 你妈卡顿优化 简直就是一坨 王者贵来这边 还要很晚 有个电池 强行破口破不了 这怎么破得了 这可玩意 在这边 你不回来吗 出一个那个吧 出个凤凰回旧吧 王者贵很贱啊 他先打 先打这个电池嘛 他知道的 反正你要看 诶 诶 诶 完了 王者贵来没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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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贵来没了 你妈刚在吹 你妈的王者贵来是老 这个 这个主要是科技 科技压制了 科技压制 这个是真没办法 开局就有点亏了 再刷一波兵 可以往外冲了 很伤啊 王者贵来这波 对 现在王者贵来只能靠操作看占便宜 家里面农民反正是已经 已经不用想那么多了 操作其实这个卓恩操作也不 对卓恩本身操作就是个操作性拳手 他凤凰一回来就可以打了 在里面农民反正就就那么回事了 没几个农民来 是啊 14个农民 这卓恩本来就是个正面操作性拳手 你看看他凤凰一回来就要打了 差不多可以出门了 王者贵来还敢骚 对方有疯狂的 正面好像兵也不够啊 王者贵来 这输了啊 他投了一波兵去骚别人 三个哨兵骚是啥东西嘛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三哨兵 你回程吧 凤凰的啊 有 有凤凰的啊 回程啊 对你妈的 你不要回不了啊 我跟你说 哎完了 已经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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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三哨兵上 我就没看懂 哨兵怎么可能打了死 能力吧 感谢新教父 德永生的一个飞机 撤你吧 感谢兄弟啊 杂技神 这是你们杂技神 反正我跟你说 很多游戏都是神助攻助攻出来的 就是你总结这十年 有很多都是机缘巧合 你回 你回过头来想 你只能说 这家游戏公司 他妈命你该他赢 对的 对吧 也有很多游戏 都是你妈的游戏公司 自己作死 然后把这个游戏弄死的 对啊 真的就是命你该他赢 暴雪就是这十年去做电竞 把自己做没了 也不叫没了吧 就把自己作得有点伤 本来是一个绝对八值地位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他可能自己公司内部 不是这么看的 因为他数据在涨 他是个游戏公司 收入在涨 他肯定不可能这么看的 我还是那句话 当你收入在涨 你所有东西在涨 就是在挣钱的时候 你这些都是小事 都觉得是好事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给你埋下了一个 埋下了一个 你以雪崩的时候 这些东西全是你当年埋下的 埋下的这个坑 说的没错 这个我认同 对不对 当你有一天 比如说你有一天 你的支柱的两个游戏 比如说收入 比如说炉石 比如说魔兽 你有一天 你有一个游戏没接上 当你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以前挖了多少坑 你都会吐出来的 就如果你当年这些东西都不是挖的 肯定是踏踏实实来做的 你的根基很厚 你就不会崩得那么厉害 对 就有可能不会崩 现在吗 看吗 是吗 那挺好的 数据都在涨 不是 数据在涨的时候会迷惑你的双眼 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 对啊 对吧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做的挺好的 手望这些搞的挺好的 但真的崩的那天你就知道了 崩的那天就是雪崩 你看着嘛 做决策的都是商人 不是的 里面故事比较多 就不谈了 也不是商人 就有很多话传不到上面去 而且传上去可能是变形的 因为大公司会有很多这种问题 这种东西就是你妈的 下面你妈的这种 灾情如火 上面你妈的 上面觉得你妈的 天下太平 对啊 对啊 传不到上面去 有东西 写报告吗 这种东西 对吧 反正我是听到过 暴雪内部有很屌的报告的 什么网易CC是中国最大的直播平台 我他妈人都傻了 就因为网易CC在播OW 所以网易CC是中国最大的直播平台 你能听到这个报告 你觉得暴雪能知道什么东西吗 啥都不知道 上面人不知道很正常 他看数据 看收入上达 数据啊 网易CC你妈的OW 你妈每天上百万人在线在看 这你不能怪暴雪高层 他们不可能 你妈的 他只看数据 你真以为你妈的 真以为拍电影了 威服司法 好了好了好了 看看比赛了 不扯了 反正跟我们也没关系 结报平台 你妈的 是的呀 你妈就跟孙哥一样 打了一条狗 你妈的 对方已经崩了 孙哥一个 一个他妈的 一个死神过去 甩了一条狗 对方已经崩了 老子在后面 你妈的感觉 你妈已经赢了 你妈个 强压 先安置出来 应该问题不大 就看死几个农民了 农民回去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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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意思啊 他双线在上 他双线在上 他要强留 他不想让走 也可以吧 我觉得也可以 这波兵还吃完了 而且农民 也换到对方农民了 还可以 还可以 诶 这个竹文C PVP很厉害呀 我看 不会 你们还 王子过来 不会挂了吧 对呀 这个竹文C 真的挺厉害的 这个PVP打的 把竹文C 挂了 那个王子过来挂了 是搞笑了 有可能挂的 这个科技是完全输的 而且你冷静骚扰 对方出个凤凰 就可以完全屏蔽 你这个冷静骚扰了 两个先知进来戳你农民 只要戳上一波 王子过来就没了 而且王子过来 现在也不敢出门 他知道对方是出先知的 他怎么出门嘛 5000欧不会挂的吧 5000欧 他不叫8000刀 你们以后 8000刀不知道谁传的 这些人传错了 后来经过正式 是5000欧 先知再来 我靠 哎被吓到了吗 假疯狂 哎在里面 家里面出个凤凰 凤凰了就好了 他很烦啊 这个 对你妈 他为什么要把先知回来 啥意思啊 他很紧张啊 感觉 对吧 这个感觉很紧张啊 这个周恩打的 这两下我们看 刚刚他绝对是被 那个幻象凤凰吓到了 对占了优势之后 就感觉就打得 有点畏手畏尾的 很紧张 就这几个判断 简直是好要强杀了一个 你出个疯狂吗 对方就骚不到了呀 你先知去骚呀 好终于抓到了 抓到了抓到了 抓不死啊 抓不死啊 我觉得未必 我感觉这波杀回来是杀回来 但是 那时候其实打的 就双方其实在这种局面下 已经打成一个乱战了 就看谁经验丰富了 我不认为 这个周恩的经验 会比王者过来丰富 那肯定没有王者过来丰富 是吗 所以说这种局面 他还是劣势啊 这种局面打经验不丰富 就会打成什么样的 就是你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别人先动一步 然后你再做反应 这种就是 知验不丰富的 这种选手的表现 这种好像打一波了 他攻速使徒一波了 他要拼操作了 他其实上次打死亲本 就是靠这个操作拼死的 他这个操作挺厉害的 你妈的 为什么永远背景板都是亲本 那是亲本呀 那怎么办呢 王者过来好像已经意识到 他要一波了 地宝都下去了 打不进去 这种阵容怎么打 开矿去了 我跟你说了呀 为什么一定要铁头一波吗 不经验呀 王者过来一眼就看出来 你要你要那个了 我靠 这就是经验呀 我靠 真的王者过来一眼就看出 你要你要一波了 这经验太浮复 这就回程回得很果断 对呀 他知道你一波了呀 上次就打亲本 就是怎么打死的 但是我觉得这盘打不死 而且现在还有核电战 怎么打得死 你不打你也得打你不可能不打的呀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先骚一下 但上面有两个球等着你 你也骚不了呀 直接上去 我靠上去 我靠那么狠 他可能觉得下面有核电战上不去 但你这上去也打不赢啊 有两个白球 对呀 这两个白球打得太猛了 没了呀 这完全就经验问题了 就王者贵来知道你打一波 我就在家里面等着 然后他忍不住就送了 不是是这样 就是在你把控不住局势的时候 其实周恩选择的是我打主动的 本质上是没有错 但是呢 王者贵来 比他强很多在经验上 他看到你一波他就防守了呀 而且防得很稳的那种 其实周恩就 不是 周恩其实他有那个先知不是看到了吗 就顺手下去 开框不就完了吗 我比你先补齐了 我开框我下个VT 我出白球去 不就慢慢打不就好了吗 有时候我跟你说